如果你的人生故事线以童话故事Cinderella灰姑娘开局 你觉得你会如何为自己设定人物属性 在Taylor Swift新曲MVBJUAL中是这样的 大家好,我是安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Taylor新装的这个MV 整个的视觉光感却是如其恶名 烛光爆气,璀璨多目,缤纷闪亮 而且呢,还有故事线 众所周知嘛,Diva的最终归宿都是小品演员 不过呢,看完之后我的脑中闪过了这样一个问题 童话故事的开始达到是由很久很久以前作为起点 那在这个MV中Taylor版本的灰姑娘故事到底是久到了哪个世纪 今天就聚焦故事线本身 根据MV中的造型扒一下它的时尚源头 从最后一个留下城堡的场景来看 宏伟的宫殿伴着Lonely的BGM 很多人都说在这里简直就是梦灰的love story 将视线聚焦到整身造型 先看上半身,有小花蕾丝环绕的方形领口 胸前是一片有蝴蝶结、蕾丝花朵以及珍珠附着的三角插片 袖口也是蕾丝点缀的层底和叶边 再看下半身,横宽的裙称 宽大的裙脉上绣着相同的元素S型蜿蜒而下 虽说文样没有那么奢化繁复 不过在看到这些服饰元素和整体的结构后 脑中还是能够立刻闪过18世纪洛克可风潮 从前方看,在当时十分盛行的这种法式女炮 与它的结构是基本相似的 在这里放出几张博物馆的收藏可以对比一下 不出意外,MV中灰姑娘的后方应该也会打起一个花脱褶皱 走起路来,就会像危险关系中这样 在这里也引入一个有关洛克可风不可忽略的核心人物 也就是彭帕杜夫人 路易十五的官方首席情妇 相当于是说是有编制的 从华莱士珍藏馆的一段介绍中 可以提取有关它影响力的关键词 也就是在当时他是很多画家,文学家,手工艺术家等等的赞助者 与此同时由于在政治方面也极其有才华 他在法尔在宫的影响力时到达了一个对于情妇来说很罕见的程度 即便和路易十五的关系成为柏拉图事之后 他依然是相当于大臣级别的政治顾问 在他的喜好影响下 柔美的洛克可风潮走向宁生实情 从他的着装上也能够看到那是比较典型的款式 在这里就顺势从这个珍藏馆抽出这幅龙霸都夫人的肖像画 他是1759年有法国洛克可风代表画家 弗朗索瓦布鞋创作 注意到里面的法式女袍 虽说色彩不同 不过能够看出从脖颈间的视频开始 基本的设计元素和结构都可以一一对应 还有这张布鞋1958年的画作也是如此 到这里基本可以确定MV中的灰姑娘是有取材18世纪了 不过还不止如此 再看这个比赛赢麻烂的场景 蝴蝶结、蕾丝、荷叶边以及鲜亮粉嫩的绿景 虽然这里没有大裙摆但基本元素拿捏 将镜头却交到一个高总的淡粉发际 以及附着点缀的珠宝 立刻就让人联想到18世纪洛克可偏后期的时代 或者更准确点说想到了一个人 Machie Andrannan 玛丽亚托瓦内特 也就是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利西亚的女儿 路易十六的妻子也是后来的法国王后 在这之前洛克可风的发型 那都还是像蓬帕都夫人这样 头顶有微微蓬松感的氛围 几张Machie早期的肖像也可以寻到这种发型的踪迹 到了18世纪70年代左右 这种夸张的高发际发型成为流行 这种发型被称之为佩服 Machie不是第一个做出这种发型的人 但他能够在洛克可时期画家硬气 却是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他 在这里可以听到Machie称呼旁边的人为莱奥纳德 那接下来就简单介绍一下 Machie造型团队的两个核心人物 一个是智茂出身的裁缝造型师Who's back down 另一个就是发型师Leonardy 后期很多库名Poof摄像就是由二人协同创作而成 垫子 夹发 发油 发粉 羽毛 珠宝等等都是基本操作 只要你想 蔬菜 微型树母 小动物模型等等都可以搬到头上 标杂自己的喜爱或用来记录传递特定群席 比如这个经常被Q大的摄像就是为了致敬护卫剑在交战中的胜利 在学代艳后中也对此有所呈现 在这里也想到1990年麦当娜这个经典的Volk现场 她的整个表演 装造和场景就是以法尔赛工 玛丽安托安利特为灵感 如果只是身着法式女袍 观感可能会停留在18世纪 搞发技一上头立马就能get到玛丽王后了 回到MV中综合这两个元素也就足够推断 这里Cinderella很久很久以前是久到哪里 或者更准确地说整体造型有从哪里获得灵感 这是在回顾整体的故事线也就成为造型时尚灵感年代设定在18世纪洛克时期的Taylor 机缘巧合嫁祸的魔法石中 石身逐渐直向十二脸 他穿着闪亮的斗篷走进电梯 冠状见到由Deal Van Teese饰演的仙女 学习才艺比赛取得胜利 最后如设定一般拒绝王子的求婚只留下城堡 镜头拉远 巨龙传线 好了那今天有关Taylor的版本Cinderella的时尚源头就先到这里了 这次的MVG它本人说是有一种的PDF的彩蛋 那也欢迎大家在这里分享 如果喜欢这种类型的造型解析内容 也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告诉我 我是安迪 下期见